好,我們現在呢,這邊有一台微波爐 我們要來demo一下 它使用60Hz,跟給它50Hz 會有產生什麼樣的差異 現在呢,它提供的是120V 60Hz 我們先設定讓它跑一下 現在呢,這個微波爐它正常在運轉 它的工具呢,非常的高 1500V,這是一個非常高功率的微波爐 這也證明了我們這個pub changer 能夠提供的瓦數非常的大 而且呢,不會有任何問題 而且穩壓呢,一直維持在120V OK,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微波爐呢 接到50Hz上面去 這個50Hz呢,是由一個變壓器所提供的 那這個變壓器呢,接在我們這個230V的瓦數上面 那得到呢,一個119V 50Hz的電壓 我們來設定讓它跑一下 有聽到嗎?非常大聲的共振的聲音 整個微波爐都在震動 這個微波爐呢,它裡面的原件在50Hz的時候呢 震動的非常的厲害 電壓呢,降到只剩120V了 這就是使用電壓器的問題 使用電壓器的時候,它除了電壓降之外 因為它頻率沒辦法改變 所以導致這整個微波爐呢 不適應這個50Hz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變壓器 微波爐它是使用高壓的一個原件 所以它需要一顆變壓器 把這個電壓升到非常的高 微波管才能夠動作 可是因為這個變壓器呢 它是設計給60Hz用的 所以在50Hz的時候呢 這個變壓器它不能夠正常的動作 於是它共振的非常的厲害 整個那個機箱也會震動 你所感覺到的 除了這個電壓下降之外 變壓器因為沒辦法轉換頻率 導致這個微波爐呢 整個變壓器吃了很大的電流的震動 這就是使用變壓器所造成的問題